有一个必修很运功修行,坐禅,常常的静坐修行 但是他身体有一个问题,他坐禅的时候,他有狮子,他在身上咬 一咬,他就心不安,就不能用功咬,他就从狮子说,我同你另一个弃咬 我在坐禅的时候,你不要咬,我不坐禅的时候,你咬 如果你要同意,我们就这样子,你要不同意,我就另想办法了 那么他这样子,从狮子这么一讲,很好,一坐禅的时候,他不要,应功很好,很合适 但是过了一个时候,来一个客人,这个是照啊,飘照啊,蛤蜊出生地跑来了 就从那个狮子见面来了,见面就是问这个狮子,说是你这个身体啊,怎么这么胖呢,怎么这么肥呢 我看见别的就是,他不是那么胖啊,但是你的身体怎么这么胖呢 他说你知道,我这个家里这个主人呢,叫我接饮食,叫我这个接着这个饮食,不要一直常常的吃东西,就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,所以我这个身体胖一点 所以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咬你,是你好吗,你跟我咬也可以啊 那么这个,这个跳蜡也就是跟他在一起啊,说他这个坐禅的时候,不要吃东西 但是这个跳蜡啊,他闻这个又很像啊,他忍不住了,就咬 这个一咬啊,这个跳蜡也比那个狮子咬得厉害,这个蜜蜜饮不住了,他就是啊,把衣服脱下来,用火烧了,统统都烧死了 那么这个故事出在什么地方呢,出在大方便,除了报案件 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个故事,他说啊,这个狮子是谁呢?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跳蜡就是批不大多,这个必修是谁呢?就是加瑟佛 那么这个,这个故事就是说,这个出发心修行的人呢,是有多少引力 但是引力是有限度的,不能超过这个限度,超过限度就不能引了 所以我们听他说,这个狮子在身上咬,他还不抓住他,他还允许他咬,就是不做三的时候咬 这肯定这个必修有的引力的,但是这个跳蜡来要咬就不能引了 就是出发心修行的人,这个引力是有限度的 只有到大菩萨那是无限度的,不可思议进去 所以这个修行不容易,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情